神秘的英國巨石鎮 竟然可以替古人預報夏天來想 專家發現 在距離巨石鎮入口外 三十米有一塊大石 如果由巨石鎮中心點看過去 正正就是夏至當日 太陽升起的位置 令人驚訝五千年前的人 原來已經計算出 太陽在夏至當日 不是在東方, 而是在東北方升起 每年夏至前夕 當局也會破例給民眾走入巨石鎮 迎接夏天的第一個日出 如果想見證這個一年一切的奇景 真的很舒服 對, 很漂亮 你知不知道南非有彩虹絲過的美羽 當然知道 就像這些小屋一樣 這些小屋其實以前… 其實現在也是 很多人在滑浪、游泳的時候 就會來小屋換衣服 所以他們是衣服室 其實政府之前是想拆 但居民覺得不要拆, 極力反對 希望他們可以保留特色在海灘上 不如我們立刻去拍照吧 好 Kally, 我今晚很興奮 因為我們準備去看你最怕的鳥仔 這麼變態?我真怕它會很興奮 很期待 但我們今天去看企鵝 企鵝是我唯一不怕, 覺得很可愛 很可惜 而且我也很期待 你這些黑心的人 我也很期待見他們, 好的 這個企鵝灣是國家公園的一部分 裡面有幾千隻受保護的企鵝 你害怕也好, 興奮也好 千萬不要這麼大聲, 不要嚇牠們 其實我們沿途走進保育區 都看到牠們到處走 真是很近 不過小心, 別伸牠們 因為牠們真的咬 剛才那個導人跟我們說 上星期有個男人伸牠們想拍攝 被牠咬了鼻子, 然後亂了18針 小心點, 不要伸牠們出去 不要伸牠們出去, 天羽 這隻有東西吃 我從來沒試過在草叢裡面 會看到有幾個東西 因為平時都是在海邊或石上 對, 啡色無神神的就是寶寶 寶寶的寶寶 旁邊一定有個… 不知是媽媽還是爸爸 還有棋鵝的家庭 我很喜歡牠們家庭的概念 因為棋鵝的一男一女 一起蛇誓 兩夫妻… 是假中了 對, 兩個就會合力養育 牠們的下一代 像我們人一樣 我們很溫馨, 很完美的家庭 其實這些棋鵝本身是在另一邊 山的另一邊 之前有一宗流遊事件 所以牠們逃難來到這個攤 居民看到牠們建設了保護區 希望牠們可以繁殖更多的下一代 20年前來的時候, 其實只有200隻 現在已經是3500隻 牠們是製造了全世界 非洲企鵝的10% 是 因為牠們已經是… 其實有些朋友想著做 所以這個保護區 是做了很多努力 希望可以令非洲企鵝不絕重 我喜歡牠們下水的一刻 你看牠上水, 牠們會淹乾水 我們又不可以跟牠們接觸 好, 唯有遠距離跟牠們拍照 遠距離用我的心思跟牠們聊天 是嗎?可以這樣嗎? 你們很有趣… 每年11月 企鵝灣的企鵝爸爸就會出海覓食 到一月才回來 每次出海都是危機四伏 如果企鵝爸爸不幸被其他動物獵殺 企鵝寶寶就有可能淪為孤兒了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海料保育中心 看看我們有什麼工作可以幫助牠們 在四十年前有一個漏油的事故 創辦人是一個女士 她救了幾隻企鵝回家照顧牠們 成立了拯救中心 去救不同的海鵝 我們快進去幫忙吧 來吧 我們今天要照顧的是非洲企鵝 除了納米比亞之外 只有南非這裡才能找到 義工的工作主要是照顧年幼 和受傷的企鵝 讓牠們可以儘快重返大自然 今天有Irati 牠會訓練我們如何補充海鳥的義工 法律症, Making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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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突然為了熱情 牠踩住我的腳 很搞笑 牠們應該很餓,很想吃東西 看見這些很明顯是寶寶 牠背部的毛 是 是很鬆的毛 牠還沒有脫掉寶寶寶 對,所以這幾隻特別的 他們餵的其實是他們平時會吸收的水 我想是一些鹽水 他們游泳的時間也不多 通常他們吸收水分、喝水 就是他們游泳的時候做 但因為你看到他們走來走去 就喝不夠水 所以現在要逼他們喝水 要吸收足夠的水分 才會健康的 我們現在說一隻企鵝需要吃多少條魚 而且他旁邊會寫他需要藥物 或是需要甚麼維他命 一、二、二,兩 兩隻,沒用防疫 現在看到牠是一隻手撐著牠口 另一隻就把魚放進去 其實這個動作是模仿牠們在海裡的時候 譬如前面有一條魚游泳 但是牠用游泳的速度 然後抹大口,牠就把魚吃了 剛才我們做的都是很初級的工作 只有比較有經驗的義工 才可以接觸一些企鵝 接下來我們就要落手落腳 做體力勞動 幸好剛才吃飽早餐 這些墊有很多事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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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牠們每天都會清潔 把這些帶去一個清潔的地方 Kerry,你在這裡做甚麼 我想要拿水喉給我 我等到天雨拿走這些地毯之後 然後會用水沖在地上 然後會把它擦乾淨 很骯髒 洗屎難度 嘗嘗 你不要逼我 你來 好了 我這裡有很多寶寶,不要吹過來 你那些是企鵝的寶寶 企鵝的寶寶,不怕水 對 這些東西我在家裡也有做 但是我也是一隻貓一隻狗 想像是有二十幾、三十隻 企鵝有多少功夫 家裡的寶寶 可能你放下一碗食物給牠 或者水就可以了 牠們的企鵝可能有毛病 或者還未夠歲數出海洋 所以牠們有很多照顧 牠們有一定的難度 為何一邊說話可以一邊做 為何一邊說話就… 休息一下也行吧 剛才搬了這麼久,又有委又有任 我一邊說,都叫牠們做事 你休息一下 你看牠們多辛苦 對不起… 這就是每一隻企鵝都有牠們借的卡 牠們會有那隻企鵝來的時候 牠們的身體狀況 或者牠們每一天會給牠們什麼藥 牠們餵我多少餐 全部都餵了這張卡 其實我們這樣來一天做一點點東西 其實真的很不足 看到其他義工 牠們真的齊一年 或者幾個月 在這裡餵動物出一分力 首先你要做些重量的東西 我也不可以做完的 我特地讓你做 我會變成真心 男生當然做過一點,是不是 我給你一個位置 拍一下 對,讓你拍一下男生一點點 我們拍那幾下,然後刷一下 讀一下資料 對,但牠們真的每一天都來做義工 每一天都很努力去清潔牠們住的地方 所以我們做的事真的很少 所以今天我們可以經歷到這件事 是很棒的 Kerry 今天我們去藝術館 好,哪一家藝術館 這裡 你說是藝術館 對,這裡在街上的牆上 或者建築物上都有很多圖片 就是滑山山的一個藝術館 是 所以我們到處看看 好 這幅應該是這區裡最大幅的一幅畫 你知道用了多久來畫嗎 多久 一個半月 畫家沒有錢租電動的升降台 所以牠每天都要搭一些棚 爬上去 畫完之後,牠在晚上怕人會偷 所以牠每天都要拆下來 還有這幅畫的訊息 我自己能夠翻譯到的就是 通常是人拯救動物 但這幅畫是看到女生 好像在滑溜 然後有一隻大象就來救他 救他 這些動物在幫助我們 一定是我們在幫助動物 像大象一樣,牠們的貧民絕種 其實是提醒我們 真的要好好珍惜我們唯一的地球 所以是相對的 我們沒有對方是不行的 這區還有很多其他藝術館 我們再去探索一下 好, 好 Woodstock以前是工廠區 到上世紀九十年代翻新完 才變成現在 這裡的圖片 都是政府支持藝術家畫的 很多都很有意思 Katley, 我也有很多話想說 不只我申請畫的話, 牠們批不批 如果你有很多話想說 不用畫的, Jolie, 直接說出來吧 這個藝術是在這區裡 特別眼睛的, 因為真的很大幅 那個藝術家, 她是一個南非藝術家 她是全世界二十大的女性藝術家 其中一個 有很多意義在裡面 南非或非洲 以前有一種分得很開的客人和白人 這個畫就是無論大家是甚麼顏色 你看到有黑色白色的葉 黑色白色的框 但牠們都是來自同一個地方 對, 我覺得這個訊息 其實不只是南非、非洲 其實現在全世界、西亞各地 都有種族的分歧 其實藝術品有時候看上去 一幅漂亮的畫 背後的訊息是更加重大 更加重要 而且我覺得牠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牠一幅這麼簡單的畫 就是一棵植物 但裡面背後原來有這麼大的純色 所以很棒 除了藝術家 南非的鮑魚場也有深層意義 你會不會走得太遠 你不知道嗎 矜貴的南非鮑魚已經變得很稀有 南非政府於是立法禁止捕捉野生鮑魚 就算餐廳想賣也要申請 要找南非鮑魚, 就要去養殖牆 很大隻 對, 你可以看到顏色嗎 對 眼睛, 嘴巴, 唇臉, 唇臉 原來鮑魚是有肺的 這些洞是讓牠們休息 而且在膠背的時候 放一些蟑螂和蟑螂出來 而且我不知道原來牠是有樣子的 對, 原來有臉 牠們眼睛和嘴 對 這些年輕人只能產生蟑螂或蟑螂 然後我們自己在醫院做質素控制 這隻和這幾桿的鮑魚的職責 就是用來繁殖下一代的 但牠們的尺寸就是最大隻 是 牠們可以是20至30歲的 這隻有可能20至30歲 很厲害 我們可以嘗嘗這個養殖場 為我們準備的鮑魚三食 坦白說, 我真的有點失望 剛才看到那隻這麼大隻 為何牠們這麼小隻 你別這麼膚淺, 不只是大隻才好吃 因為這裡有世界各地的遊客 也有三觀 有些人真的沒試過吃鮑魚 你怎知道牠們的味道是甚麼 所以小隻, 一口一口 讓大家嘗嘗不同的味道 比較舒服 我們開始吧 這是其中一間餐廳給牠們的食譜 它有豬腳、鵝醬、蠔油 特別之處是加紅酒煮這個醬 比較接近我們平時家裡的食譜 酒樓, 對嗎 對, 因為酒樓 我家裡也很少吃這個 我嘗嘗 牠這隻是三歲的鮑魚仔 原來養了三年才這麼小 三年也是這麼小 對, 所以我們要好好珍惜 醬汁不是最像, 但有很多 牠比較銀色 而且這些這麼小 所以煮一個很豪華的食譜 你是不是經常都這麼吃 沒有 我也想嘗嘗, 現在買館回家 對 你看看 真的很少這麼近距離接觸這麼多海豹 對, 牠們經常曬太陽 好像在渡假 對, 牠們這麼放鬆 我知道這裡附近有個水族館 牠們只是展示海域裡的海洋生物 每年都很多人來看牠們 我都非常期待進去看看 這裡附近究竟有甚麼海洋動物 讓我們可以認識一下 好 這個水族館簡直是一個海洋教室 除了展示這帶的海洋生物之外 還可以用手摸海星、寄居蟹 讓你真正接觸海洋生物 不只, 水族館會定期搞很多活動 去海灘撿垃圾, 減掃的活動 難怪牠拿到責任務的金獎 我一會兒會潛這個港 是嗎?你沒潛過水 對, 沒, 第一次 第一次 這個港裡有魔鬼雨, 又有海龜 我潛過水, 我有考牌 我會潛沙雨港 不要說有牌和沒牌, 好嗎? 我覺得分了一個等級不太好 當然要分等級 如果不是, 我考過牌, 怎麼了 我一會兒… 你沒有牌 所以就直接潛到這個… 我馬上去上課 我回去再考牌 好, 加油 是 正式潛之前 我要跟教練上基本的潛水課 不知道是令你緊張 潛到真正的, 幸好我也過關 終於可以下江潛了 各位, 我羅天宇的第一潛 在水族館也挺特別 牠摸到 很棒 平時看進漁光就看得多 看出去真是第一次, 挺搞笑的 教練說有些魚會咬人 所以我也不敢到處摸 不過海龜我就敢摸 你在哪裡?海龜 叫我來, 你不是擺姆士 摸海龜, 走吧 這個經驗, 真的 我回去一定會考慮潛水 因為一開始下去 牠就沒甚麼機會碰到海龜 對, 入海龜也是天體 比較好 想不到那些魔鬼魚真的不害怕 真的會游到你身邊 一下子, 馬上掃 摸摸的感覺是怎樣的? 很滑的感覺 很滑 其實我的最大的目標 是真的想接觸海龜 牠們真的像家裡的寵物上水時 跟著我們… 然後在我們旁邊陪伴 我也不想上水 我一直不想上水 很可愛 然後你碰牠, 牠們好像很喜歡 對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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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是我第一次跟鯊魚 這麼近一起潛水 我是更多興奮的感覺 還有教練在這裡 假如鯊魚想襲擊我們 牠就會用棍子嚇走牠們 應該很安全 看到Kelly的造型很廣告 牠下水, 牠也要戴頭盤在頭上 我看一條鯊魚在牠們頭頂游過 看到嗎?有條鯊魚在我頭頂游過 很震撼, 感覺很可愛 我好像變成海洋的一份子 鯊魚也好像朋友一樣 鯊魚先生, 不如給我拍照自拍吧 下面很冷 我想鯊魚比來前的廳鯊更冷 因為鯊魚深一點 水溫比較冷 所以下水很冷 也有點害怕 因為看到教練特別緊張 下水之前就說定 你一定要跟著我後面 而且一定要沿著那個石頭 不要自己走開 看到那些鯊魚真的很大條 然後我有一下游的時候 有一條鯊魚這樣向著我 這樣近來 然後牠好像看著我 有沒有聽到那個… 對, 牠這樣… 然後就這樣進去 好, 我們今天兩個都有生日突破 太好了 夏天不一定要曬 對, 不一定要熱 只要我想 就可以過一個不一樣的夏天 只要我肯踏出第一步 旅行也可以很不一樣 為動物獻出心力 為大自然出一分力 在南非的暑假 我們上了寶貴的一課 南非很棒 因為我們的夏天 牠們這裡是冬天 我很喜歡冬天 所以… 我覺得很冷 是嗎? 我很喜歡 對, 夏天過來真的很棒 因為這段時間過來涼一下 希望夏天快點結束 這個不是涼, 應該是冬天 其實我每次跟動物接觸 我也有一個感觸 就是我們對牠們做了很多破壞 但這次來到南非之後 整個人不會對這件事看得不太負面 因為我覺得其實我們有很多… 很多事情可以做 也是在做去幫助牠們 就是我們在醫療方面 或者怎樣弄一些電力壁 去保護牠們 讓牠們不要再被獵人殺 或者怎樣幫牠們解決 可以有下一代 讓牠們不要再評論著種 我們人類其實也在做很多… 有很多事情去幫牠們 所以這次對我來說 有點大看眼界 這次有沒有覺得自己大膽了? 對… 跟我學習之後 一點 其實我本身很大膽 你有沒有令我感覺到很細膽 你站在我旁邊真的很細膽 不是 不過我有特別大膽 我想說一個秘密給大家接受 說吧,有什麼秘密 其實… 你敢說吧 沒有…對不起,我很細膽